这位眼镜男被拉到了悬崖上 身上又被浇上了汽油 因为她得罪了本地最大的黑帮老大巴克汉潘迪 另一边女孩麦拉乘车来到了巴格瓦 其实麦拉是一名实习女导演 但在工作上一直遭到制片人的排挤 为了寻找灵感 她决定去采访本地最大的黑帮老大巴克汉 准备拍一部计时类黑帮电影 这无疑是一个疯狂的举动 不料麦拉刚下车便遭到了抢劫 还好这只是她的老朋友维修开的玩笑 当维修得知麦拉此行的目的 立马劝她回去 巴克汉可是一个十足的恶棍魔鬼 不过拧不过麦拉再三央球 加上麦拉答应让她参演拿二号 维修最终同意带麦拉去找巴克汉 于是第二天他们便开始了跟踪 所以二人在公路上看到了这样一幕 这巴克汉是一个独眼龙 长相极其凶恶 对待敌人心狠手辣毫不留情 手下更是有数百帮众 是本地最大的黑恶势力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 巴克汉已灭掉数个敌对帮派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巴克汉 麦拉竟想当面见她一见 也就在这时 巴克汉开着她的豪车来到了洗车场 准备清洗拼杀后的血子 在这一瞬间小孩子们都停止了游戏 巴克汉坐到了麦拉身边 麦拉发现自己心跳开始加速 但她还是决定找下话题 与巴克汉聊上一聊 不料却触碰了巴克汉的逆鳞 此时车后箱传来敲击声 巴克汉暴怒之下 取走麦拉的发簪打开后箱将其击杀 随后去车离开 留下一脸惊恐的麦拉和维修 回到家中维修再次让麦拉马上离开 不料麦拉仍不死心 而且这次她准备从巴克汉的亲信入手 黑帮老大巴克汉有三名亲信 一号打手坎迪外号锤子手 人如其名下手极其凶狠 但却是一个气管炎 布瑞亚叔叔她是巴克汉最信赖的人之一 现在管理着一家影院 负责为巴克汉收集情报 钟白这是一个酒鬼 为人天不怕地不怕集中一起 她正与女友潘奇热恋当中 所以麦拉和维修 为了更多地了解巴克汉 首先跟踪了钟白 但钟白这人不好接触 有人偷看了他们几眼便被一顿胖揍 第二天他们又找到了布瑞亚叔叔 从他口中得知 不久前也有一名记者找过他 但却被活活烧死了 而向巴克汉报信的人正是布瑞亚 二人一听也是无语了 而坎迪这人倒是容易相处 但他看小电影的是被几个老婆发现 现在正资深难保 很快二人不断地窥探 让几名骨干成员发现 他们派出新人拉姆找到二人进行逼问 结果得知麦拉是一名摄影师 于是爱臭美的拉姆瞬间沦陷了 还成了麦拉的模特 就这样二人从拉姆口中 得知了巴克汉的一些情况 据说巴克汉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 但一次争吵过后 巴克汉便将女友当场击杀 而且今晚帮会要偷袭另一黑帮老大拉尔基 随后麦拉以传输相片为由 将一个窃听器放入拉姆的手机之中 结果就在巴克汉准备行动前 拉姆竟将消息透露给了拉尔基 所以当巴克汉带人来到拉尔基住所 这里空无一人 但巴克汉是何许人 他早已发现拉姆是个叛徒 正当巴克汉要对拉姆下死手时 由手下来抱他们又抓住了拉尔基 于是巴克汉抽出手枪 让拉姆击杀拉尔基 拉姆调转枪口对准巴克汉 不料巴克汉反手夺枪 当场结果了拉姆小命 让人没想到的是 有人从拉姆摔碎的手机中 发现了窃听器 二人一听心中大惊 连忙回家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结果在门外被巴克汉堵个正着 当然接下来的画面可想而知 二人被拖回屋中一顿毒打 并逼问他们是在为谁工作 在这强压之下 麦拉不得不说出 自己是为拍一部以巴克汉为原型的黑帮电影 结果此话一出 巴克汉和众手下竟对着是极感兴趣 毕竟把他们的经历拍成电影 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真让人没想到 本地第一大黑帮老大巴克汉 也曾是一个苦命之人 他的父亲身患癌症 因为没钱买药巴克汉选择使用暴力 姐姐被公婆活活打死 他不得不使用暴力 弟弟的四肢被人砍断被迫上街乞讨 他不得不使用暴力 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杀害了70人 但这些人都是一些不义之徒 在接下来的日子 麦拉更是实地拍摄了许多 帮会成员严刑拷打的画面 虽然这些场面极不人道 但却极为真实 就在麦拉将整个剧本写好以后 维修却发现自己在整部电影中只是个小配角 所以一气之下 他提出由巴克汉本人出演主角 这将是一部最真实的纪录片 到时观众记住了这部电影 也记住了巴克汉 麦拉一听就蒙了这样做的风险极大 等于直接向警方提供了巴克汉的犯罪证据 而巴克汉竟同意了这个提议 随后麦拉从坎迪和钟白口中 得知了巴克汉和女友苏菲的事 当年巴克汉和苏菲坠入爱河 却在一天晚上遭到敌对帮派老大阿坤的报复 巴克汉一只眼被戳下 虽然他以一敌是勇猛无比 但苏菲却被阿坤推下摩天轮当场摔死 这也成了巴克汉心中永远的痛 所以坎迪和钟白希望 麦拉能将巴克汉拍成一个黑帮英雄 确实他也是众兄弟心里的英雄 为了电影能顺利开拍 首先巴克汉抓来了制片人 但麦拉很快发现巴克汉并不会表演 与现实中简直判若两人 于是麦拉又请来了一位表演家 不料这表演家并不知道 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真正的黑帮人员 还上前给了巴克汉一耳光 如果不是麦拉制止他早已小命不保 不过在表演家的指导下 众人很快学会了流泪和吐口水 在接下来的拍摄一切都很顺利 是巴克汉的本真出演 根本难不倒他 但一场爱情戏却被麦拉喀了无数次 因为苏菲的死让巴克汉的心变成了石头 于是麦拉亲自上场扮演苏菲 他让巴克汉忘掉以前的一切 并将他当成苏菲 在这一刻巴克汉再次动了情 随后将麦拉拥入怀中 因为巴克汉的全情投入 这场戏一次通过 而巴克汉也找回了爱的感觉 在接下来的日子 他一次又一次地将麦拉当成了苏菲 所以拍摄也极为顺利 不久整部电影杀青 现在众人不会再对制片人和表演家客气 随后麦拉要回梦买剪辑电影 而巴克汉的手下则在大街上贴满广告 为即将上映的电影做宣传 很快到了首映这天 我们看到了极为奇葩的一幕 许多人被强行拉来看电影 巴克汉的到来更是前促后拥 就像一位真正的大明星 结果让人意外的是 麦拉并没有将巴克汉拍成一个黑帮英雄 而是剪成了一部喜剧电影 听到影院里的阵阵欢笑 巴克汉却觉得无比刺耳 他感觉自己被耍了 而在放映厅外的麦拉 也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火 就在他逃到郊外时 巴克汉已带人将他抓火 就要在这里将他烧死 只见巴克汉点了支烟 却没有将烟头丢向麦拉 原来他在赶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些事 妇女儿童主动地跟他打招呼 这在以前他们都会避而远之 而现在他却是孩子心中的明星 当他再次路过电影院时 里面更是一片欢笑掌声不断 当巴克汉忐忑地回到家 已十年没跟他说话的母亲 尽叫住了他 巴克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因为一场电影母亲 看到了儿子的改变 他希望儿子不要再打打杀杀重新做人 也正是麦拉让所有人 看到了巴克汉善良的一面 听到这里麦拉已是泪流满面 从这以后 巴克汉转行成了一名真正的演员 拍摄了许多精彩的电影 同时拿到大奖 感谢观看